大家好,欢迎收看加深军世界 这一期我们比较特别,没有在靶场或者是我们家的院子这种地方 把我们的家伙事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嘚瑟一下 今天是星期天,我正好路过清脉这边一个很普通的咖啡馆进来坐一下 然后因为这两天在曼谷一个靶场发生了一些意外 然后很多朋友这两天也都来问我关于这个事情 所以正好趁今天这个机会我就坐下来给大家稍微简单的聊一下这个事 其实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复杂的,就像交通事故一样 但是在靶场这个行业里其实事故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一旦一个靶场发生了一次事故以后 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么危险等等 其实应该这么理解 其实所有的靶场全世界所有的靶场的安全管理 都是很严格的,远比我们开车上路要严格的多 上路我们会有什么交通法会啊,装摄像头啊,警察执勤啊,但是其实每天我们大家都知道 自己尝一下数据就知道啊,这个每天死于车祸的人是多少 但是靶场确实是很少,很难得,2019年我们国内南方的某个省,靶场发生过一次意外 那之后的话大家有听说过吗,再也没听说过啊,其实国内之后国内有很多很多的实弹营运靶场 都是在安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应用的,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事情 那么同样在泰国也是,因为泰国是一个可以公民合法持枪的一个国家 所以呢,靶场也很多啊,几乎每一个大城市吧,它都有不少靶场啊,像清曼本地就有 具体多少我也没数啊,大大小小也有不少,但是肯定没有曼谷多,因为曼谷呢,毕竟是个大城市 嗯,很多大的靶场的品牌连锁的啊,很多都在曼谷有很多很多很多 就和,不如说和便利店一样多吧,但是至少十几二三十个肯定是有的 具体数字我也没查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谷歌一下 嗯,偶尔有一个靶场发生了一些意外呢,其实我们应该这么说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呢,其实也是正常的 因为常在河边走,那也不失血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时代的一粒沙,那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嘛 具体到那个发生这个意外的这个靶场啊,以及这个发生意外的这些人身上呢 这个都是百分之一百的这个灾难啊,具体这个意外是怎么发生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有一个类似于像体验团或者旅游团性质的去了一个靶场 然后教练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这个安全尝试的介绍,大家就这么上手打了几枪 在这个娱乐活动结束的当下,有一个大概50岁左右的大姐吧 发现地上有一发子弹,她觉得是一发假的 但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她就拿起来以后装到枪里 然后朝不知道的位置上又开了一枪 然后不巧,把一个教练给打死 根据新闻上来说啊,这个他们这种情况呢,其实 属于意外,但是呢 其实所有的天灾都是人祸,就是说这个明显就是管理上的漏洞啊 比如说你在地上怎么会能捡到子弹 这个其实是不允许 子弹掉在地上的时候呢,哪怕就是这个射击的人 他自己不当下把它捡起来 靶场的教练也好,工作人员也好 以及这个其他人也好,也是立马会把这个子弹 把它捡起来,放回它的那个弹药盒里 如果全部结束以后呢,是会上交调的 应该是严格操作都是这样的 地上最多你在泰国的靶场可以捡到子弹壳 但是捡到子弹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啊 第二呢,这个枪呢,如果你这个设计活动已经结束了以后 这个枪全部是应该是收走的 而不是因为就放在哪儿,然后就随便 学员可以自己玩,自己弄 这个也是不合规矩的 第三呢,就是这个人在捡到一颗子弹以后 他还能放进这个枪里 然后还能肆无忌惮地开一枪 那其实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不要把枪口指向人 或者其他任何你不能设计的物体的 这一个原则他就没有遵守 对吧 他把枪拿起来就随便指了人 这个其实是很忌讳的,在罚场里 这四个安全准则 大家都是时刻要 时刻都是要做到的 时刻都是要遵守的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说你四个原则如果只有一项违反了 那OK可能还不一定会出意外 但是你如果同时违反两项以上 那一定就会出意外 那比如说你第一个时间 你没有假设这把枪是空枪 你没有进行验枪 那么如果你没有去做更多的动作的话呢 OK可能他还不会有问题 因为枪是不会自动发射的 他需要你把手指头伸进去 那么就说你第二条 第三条 你没有把手指伸进扳机框 那么这把枪目前暂时还算是安全 对吧 那如果你把手伸进了扳机框以后 你如果没有把你的枪口指向任何不应该指向的位置 那么可能就算你误触发了以后 他子弹射出去以后 他还是在一个安全区内 他不会射到人或者其他不能射击的物体 那么他还是相对安全 那么就是说如果就从这三条来看 如果大家连续的犯错 那一定就会有意外 那很可惜这一次的靶场的这个意外呢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具体这个事件是从头到尾 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搜 很多新闻媒体都有报道 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点 那靶场呢 所有的正根营运的靶场 以及合格的教练 都把整个行业其实维护的是很好的 安全性是很高的 靶场出意外的概率 几乎可以和坐飞机出意外的概率是相等的 全世界的靶场非常非常多 很少有靶场出意外的 我们每次听到靶场出意外 都是在新闻上 为什么 因为靶场每小时 只要出事以后呢 它都会有很多的媒体来报道 但你交通事故 我们很少看到 这个除非是重大的交通事故 一般的话 不但会有人看到交通事故 报道 但其实交通事故很多很多 因为如果你全部要报道的话 你就报道不过来了 对吧 所以呢 所以呢 这次的泰国这个曼谷这个靶场的这个意外事件呢 也给大家提一个想 一呢 还是要严格遵守安全规则 不要有任何侥幸性的 那同样给这个行业从业人员也提一个想 来的客人呢 或者是来的朋友也好呢 每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 这个水平状态也好 都是不一样 所以时刻要防范 出意外 一定要严格又严格 我们讲的严格不是说 把这枪就要固定好了 然后让这个客人什么也不干 就出个手指头抠 这个肯定不符合 国际上大多数的这个靶场的通行准则 但是我们一定要强调 这个所有来玩枪的人 那四项安全准则一定要做到 还是希望大家 毕竟呢 射击呢只是一项娱乐 玩的开心 玩的安全 才是最关键 好吧 我们今天呢就聊这些话题 因为没有去靶场啊 也没有把东西拿出来 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 欢迎收看我们后面更多的节目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OK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